因為你在臉書上PO的那張圖 大家就覺得你是找侯家軍來 然後合體想要變成你的戰鬥男的這種異位 其實不管哪一家軍都歡迎 因為我覺得青年是國家的職場 也是國民黨的職場 所以像我們看到很多很年輕的很積極的 然後很有組建的很有戰鬥力的一員樂意 或是新人 在這個階段主要是新的 希望能夠協助他們獲得提名 所以只要有意願的 然後有能力的 然後又能夠團結 因為我想加拿雖然是單打奪鬥 但是有的時候還是可以聯合作戰 怎麼樣把他們聯合起來 加拿要不要提出共同政見 在網路上被攻擊的時候要不要一起去支聲援 然後攻擊別人的時候要不要一起去攻擊 等等 形成一個集體的力量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分是誰的軍 那是誰的軍 反正都是國家的資產 都是國民黨的資產 大概是這樣 不過董事長您這樣子親而易舉 就可以把黨內的一些青年號召起來 然後外界就認為說 其實這好像有另一三個意味 甚至認為說 這個在您要選2024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一個現成的青年軍 而且您號召力還贏過朱立倫 真的這樣講 黨主要還是最有號召力 現在提不提名 這個都是由黨主要來決定 跟地方黨部決定 我們只是幫助職業年輕朋友 譬如因為他們可能沒有選舉過 因為都是第一次 所以到底怎麼樣打選戰 在不同的選區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那網路上應該怎麼互相來呼應 我覺得他們都覺得有這個需要 所以我想既然如此就把大家結合起來 那將來在選舉的時候能夠發揮一定的力量 其實我們是配合黨中央 替黨找人才 替黨來培養人才 應該是共襄勝取